基督徒的生活不是模仿基督 而是参与基督 基督徒的生活不是对基督的模仿 而是参与到基督里面 这句话出自正常的基督徒生活 它概括了真正基督教的本质 它强调 成为基督徒不仅仅是模仿基督的行为和教导 而是要在个人层面上 与基督有深刻的联系 它凸显了与基督关系的变革力量 使信徒能够与他合一 从而亲身体验他的生命和品格 这种参与基督的生活 使基督徒不仅仅是跟随他的榜样 而是被他的灵充满 有能力以真诚和真实的方式 活出他的教导 他提醒我们 基督教不仅仅是一套规则和条例 而是一段与我们的救主亲密相处 改变生命的动态旅程 正常的基督徒生活 是与基督联合的生活 基督住在我们里面 我们也住在他里面 正常的基督徒生活中的这句话 巧妙地概括了真正基督徒的本质 它表明 正常的基督徒生活 不仅仅是一种宗教实践 或一套信仰体系 而是与基督本身的深刻而亲密的结合 他强调了基督在我们内心居住的深刻和变革性体验 渗透到我们存在的每一个方面 同样 他也表达了我们的生活 与基督的生活密不可分 我们努力将自己的思想 行为和欲望 与他的教导和榜样对积 这句话呼唤我们过一种与基督密切交流和合一的生活 让他在我们的每一步中引导 塑造和赋予我们力量 努力为上帝而活的旧生活 被让上帝通过我们而活的新生活所取代 正常的基督徒生活中的这句话 巧妙地概括了真正基督教的本质 它揭示了每个信徒旅程中的深刻转变 旧的生活充满了徒劳的试图达到上帝的标准 并赢得他的青睐 被一种更具变革性和赋能的新生活所取代 随着新生命的到来 我们放弃自己自足的幻想 向上帝在我们内心积极运作的神圣存在敞开心扉 不再是努力取悦他 而是接受他的恩典 让他通过我们的生活彰显他的爱 智慧和力量 在这种放弃自我中 我们找到了一种无尽的力量 指导和目的 这远远超出了我们单靠自己所能达到的 让上帝通过我们生活的新生命 带来了深刻的自由 喜悦和满足感 而这些只有在与我们的造物主 建立真正关系中才能找到 重要的不是我们为神做了什么 而是他通过我们做了什么 正常的基督徒生活中的这句话 重要的不是我们为上帝做了什么 而是他通过我们做了什么 强调了将自己交托给上帝的旨意 并允许他在我们的生活中工作的重要性 虽然许多人可能认为自己的努力和行动 决定了他们的属灵成功 但这句话提醒我们 最终使我们能够产生真正影响的是 上帝的力量和恩典 他暗示我们的角色是顺服并顺从地与上帝合作 让他利用我们的技能能力和资源来实现他的目的 通过认识到是上帝在通过我们工作 我们从单靠自己力量和成就的压力中解脱出来 可以以谦卑依赖和充满信心的态度来侍奉他 基督徒生活的力量不是来自我们自己的努力 而是来自对圣灵的顺服 正常的基督徒生活中的这句话强调 或基督徒生活的真正力量 不是来自我们自己的努力和奋斗 而是来自我们愿意完全顺服于圣灵的引导和影响 他承认我们的人类局限性和弱点 使我们无法单凭自己达到神圣生活的圆满 相反 当我们将控制权交给圣灵时 我们允许他的神圣力量在我们身上运行 改变我们的心思想和行为 通过依靠圣灵的引导 我们可以体验到与上帝的深刻亲密关系 并在我们的生活中实现他的旨意 信仰不仅仅是相信神 更是信靠他在我们里面和通过我们工作 正常的基督徒生活中的这句话指出 信仰不仅仅是相信上帝的存在 他需要我们对上帝在我们内心和通过我们工作 有深刻的信任 相信上帝是承认他的存在和他话语的真理 但信任则更进一步 对上帝的信任意味着将控制权交给他 并依靠他完美的旨意和力量来引导和塑造我们的生活 他包含了对上帝积极参与我们生活的理解 知道他在为我们的最终利益而工作 这句话提醒我们信仰不是被动的相信 而是与上帝的积极合作 让他使用我们作为他神圣目的的器皿 并在我们的生活以及周围的世界中带来转变 十字架不仅是基督教的象征 更是基督徒生活的精髓 正常的基督徒生活中的这句话 以其简单而深刻的真理强调了十字架在基督教中的重要性 指出他不仅仅是一个象征 而是基督徒生活的本质 十字架代表了耶稣基督的牺牲行为 他自愿献出生命 为人类提供救赎和和解 他体现了爱 无私和上帝慈悲与恩典的终极表达 作为基督的追随者 十字架成为我们身份 召唤和最深目的的有力提醒 他教导我们舍己 背起自己的十字架 跟随耶稣 拥抱一种自我牺牲 谦卑和对他人的同情生活 因此 十字架作为一个永恒的象征 照亮了真正门徒生活的道路 以及基督教信仰的变革力量 圣灵在我们生命中的工作 是使我们更像基督 正常的基督徒生活中的这句话 巧妙地概括了 圣灵在我们生活中的重要角色 他表明 圣灵的主要任务 是将我们转变为基督的样式 无论是在品格上 还是在行为上 这种转变的旅程 不是通过单纯的人类努力 可以实现的 而是需要圣灵在我们内心的工作 当我们顺服圣灵的引导时 他会塑造我们的心 调整我们的愿望 并赋予我们力量 以反映基督的爱 怜悯和公义 在这个过程中 我们逐渐脱去救我 成长为上帝 召唤我们成为的完整样式 圣灵的工作 对于将我们塑造成 真正的基督门徒 至关重要 使我们能够过上荣耀上帝 并祝福他人的生活 我们最大的需要 不是宽恕 而是从罪的权势中的释放 正常的基督徒生活中的 这句话表明 作为信徒 我们最终的渴望 不仅仅是寻求罪的赦免 而是强调 需要从罪的权势中解放出来 虽然赦免在维持 与上帝的健康关系中 无疑是至关重要的 但真正改变我们生活的 是从罪的束缚中被解救出来 这句话提醒我们 赦免只是对我们过去过错的赦免 但通过从罪的权势中解脱 我们才能找到力量和自由 过上令上帝喜悦的生活 通过解决罪的影响根源 我们可以与我们的造物主 建立更深刻和有意义的联系 为真正变革的生活铺平道路 得胜生活的关键 是认识我们在基督里的地位 并按此生活 正常的基督徒生活中的这句话 强调了得胜生活的本质在于 理解和体现我们在基督里的地位 他表明真正的满足和胜利 只能通过理解我们作为上帝子女的身份和目的来实现 通过认识到我们被他深深的爱和拣选 我们获得了生活在符合他旨意的生活所需的力量和恩典 这需要我们不断努力 使我们的思想 言语和行为与基督所体现的爱 赦免和公义的原则保持一致 他暗示着一种放弃自我欲望和野心的生活 以便让上帝的计划在我们身上展开 当我们按照这个真理生活时 我们就成为上帝神圣目的的器皿 体验到他祝福和恩惠的全部 祷告不是让神做我们想做的事 而是让我们的意志与他的意志对齐 正常的基督徒生活中的这句话表明 祷告的目的不仅仅是向上帝请求 满足我们的需求和愿望 而是强调将我们的意愿与他的神圣计划对齐的重要性 祷告帮助我们与上帝建立更深的联系 并在生活的各个方面寻求他的引导和智慧 通过使我们的意愿与他的意愿保持一致 我们承认他的主权 并允许他通过我们工作 使我们的愿望符合他完美的旨意 这句话强调了祷告的变革性质 它不仅仅是寻求个人利益的手段 更是拉近我们与上帝距离的途径 正常的基督徒生活是不断依靠圣灵的生活 正常的基督徒生活中的这句话 正常的基督徒生活是一种持续依靠圣灵的生活 改阔了跟随基督的本质 他强调了这样一个基本真理 作为基督徒 我们的力量 智慧和引导并非源自我们自己的努力或能力 而是来自内在圣灵的负能存在 这句话挑战我们要以谦卑的姿态生活 认识到我们的局限性 并愿意将控制权交给圣灵的引导 他提醒我们 基督徒生活中的真正变革和胜利 并非通过自力更生 而是通过不断依靠圣灵的力量和引导来实现的 最终 正是圣灵在我们内在和通过我们所产生的力量 促成了灵命的成长 加深了我们与上帝的关系 并使我们能够履行作为基督追随者的使命 我们不能靠自己的力量过基督徒的生活 只能通过圣灵的力量 正常的基督徒生活中的这句话 强调了一个关于实践基督教信仰的基本真理 他指出 仅凭个人的力量和能力 是不可能真正过上反映基督徒信仰的生活的 这一声明提醒我们 我们与上帝的关系 以及我们生活的改变 依赖于圣灵的力量 圣灵赋予我们力量 引导我们 使我们能够将思想 行为和选择与基督的教导保持一致 只有通过放弃自己的努力 依靠圣灵的内在同在 我们才能体验到真正的灵命成长 实现上帝为我们作为信徒所设定的目标 基督徒生活的目标不是成功或舒适 而是认识并取悦神 正常的基督徒生活强调 基督徒旅程的最终目标不仅仅是个人成就或物质舒适 而是培养与上帝的亲密关系 并通过我们的思想 行为和选择努力使他喜悦 这句话凸显了一个深刻的真理 即真正的满足不在于追求世俗的目标 而在于追求上帝本身 作为信徒 我们的目的在于深入理解上帝的品格 他的旨意和他对我们的期望 通过使我们的生活 与他的教导和原则保持一致 我们积极努力取悦他 并找到我们真正的目的和满足 这一观点作为一个强有力的提醒 指出我们作为基督徒的终极目标 不是自我中心的 而是集中在我们对造物主的无尽爱和奉献上 我们作为基督徒的身份不在于我们做了什么 而在于我们在基督里是谁 正常的基督徒生活中的这句话强调 我们作为基督徒的真正身份 不应由我们的行为定义 而是由我们在基督里的关系和地位来定义 他指出 我们的行为或工作 并不能决定我们作为信徒的价值或地位 相反 他强调认识并接受我们作为上帝的儿女 通过信仰耶稣基督得赎和得救的重要性 这一观点教导我们 要在与基督联合的真理中找到安全感 价值和目的 而不是依赖于我们自己的成就或表现 他鼓励我们根据我们在基督里的身份来生活 使我们能够在没有证明自己的负担 或赢得上帝接受的压力下 去服务和爱他人 基督徒的生活不是自我改进 而是向自己死并为基督而活 正常的基督徒生活中的这句话 凸显了基督教信仰的根本本质 他强调成为基督的追随者 不仅仅是一个自我提升或个人发展的旅程 而是一个彻底改变自我身份的过程 他表明真正的门徒生活 涉及放弃我们的欲望 野心和以自我为中心的倾向 以便将我们的生活 与耶稣基督的教导和榜样对积 舍己象征着这种放弃自己意愿和野心的行为 为基督的生命在我们内心的居住让路 通过将焦点从自我中心转向基督中心 我们发现了基督徒生活的真正目的和意义 正是在这种自我否认和随后的为基督而活中 信徒们才能真正体验到上帝恩典的变革力量 并实现作为他追随者的召唤 得胜罪恶的秘诀不是努力 而是顺从圣灵 在正常的基督徒生活中 感人至深地指出 战胜罪恶的秘诀不在于我们自己的力量或决心 而在于顺服圣灵的引导和力量 这句话强调 仅凭努力和人类能力 在战胜罪恶的缠绕方面是不足的 相反 关键在于完全屈服于圣灵在我们生活中的变革工作 他突出了依靠上帝的恩典生活的重要性 并承认只有通过圣灵的赋能 我们才能从罪恶的枷锁中解脱 通过认识到自己的局限性 并接受圣灵的引导 我们敞开心扉 体验到真正战胜罪恶 并拥抱基督所呼召我们过的丰盛生活 我们被召不是过平庸的生活 而是超越常态 过超自然的生活 正常的基督徒生活中的这句话强调 作为基督信仰的追随者 我们不应满足于平庸的生活 相反 我们的召唤是超越平凡 努力拥抱超自然的生活方式 这意味着超越普通 追求一种以上帝的非凡力量和恩典为标志的生活 他鼓励我们发挥全部潜力 并与基督的教导保持一致 通过超越常规 我们不仅经历个人变革 还成为上帝爱 力量和真理在世上的反应 基督徒的生活不是一系列的代板事项 而是与活着的神的关系 在正常的基督徒生活中 恰当地指出 基督徒生活的本质远远超出了遵守一套规则或条例 他强调 真正的基督教本质上是培养与活着的上帝之间有意义和充满活力的联系 基督徒生活不仅仅是一个行为规范的清单 而是与上帝本人的持续动态关系 这一深刻的见解提醒我们 我们的信仰不是以律法义务为中心 而是以培养与一位渴望深度参与我们生活的上帝的亲密关系为中心 他鼓励基督徒超越外在的行为和仪式 勇敢地踏上认识 理解和体验活着的上帝的爱与恩典的变革之旅 我们的焦点不应是我们能为神做什么 而是他已经为我们做了什么 正常的基督徒生活中的这句话 强调了信徒应努力追求的视角转变 他表明我们的注意力不应仅仅集中在为上帝做事情的努力上 而应承认并欣赏他已经为我们成就的事情 他提醒我们要感恩于他无偿的爱 恩典和救恩 通过关注上帝所做的事 我们避免陷入通过自己的工作来赢得他的青睐的陷阱 转而屈服于他的爱 让他的爱赋予我们力量 过一种反映他良善和慷慨的生活 这句话强调培养一种对上帝为我们所做的 令人难以置信的无私行为 心存感激和敬意的心态的重要性 基督徒的生活是一段学习信靠和依赖神恩典的旅程 正常的基督徒生活中的这句话敏锐地捕捉了基督徒旅程的本质 一个持续拥抱并依靠上帝恩典的过程 他提醒我们 对上帝恩典的信仰不是一次性的事件 而是终身的努力 在追求灵命成长和成熟的过程中 我们会遇到各种挑战和障碍 这些容易引发怀疑和恐惧 然而这句话鼓励我们信靠上帝不变的爱和无常的恩典 知道他的恩典足以满足我们的一切需要 他敦促我们放弃控制 依靠他的力量 而不是依靠自己的能力 通过这个信靠和依靠上帝恩典的旅程 我们真正体验到他的爱所带来的变革力量 并学会过上令他喜悦的生活 正常的基督徒生活不仅仅是每周日去教堂 而是持续不断的与神交通 正常的基督徒生活指出 正常的基督徒生活不仅仅是每周日去教堂 而是与上帝保持持续的交流 这一断言强调了基督徒追随基督 不仅仅是宗教一事 他表明真正的基督徒体验 在于生活的每一个方面 与上帝保持持续而亲密的联系 他鼓励信徒在教堂之外 也要寻求上帝的同在 引导和交流 拥抱每天与上帝对话 依赖和顺服的生活方式 这句话挑战基督徒 追求更深刻 更有意义的信仰 以持续的交流为标志 认识到正是在这种持续的联系中 我们才能真正体验到 基督徒生活的全部 圣灵不是基督徒生活中 可有可无的附加 而是我们力量和效能的源泉 正常的基督徒生活中的这句话 圣灵不是基督徒生活中的 可选附件 而是我们力量和效能的来源 改阔了这样一个基本真理 即圣灵不仅仅是我们信仰的 附属或边缘部分 而是每个真正信徒 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 正是通过圣灵的赋能 基督徒才能找到 生活出其信仰所需的力量 引导和转变 圣灵赋予信徒 见证基督的力量 提供理解上帝话语的能力 感动和改变心灵 并赐予他们服侍的属灵恩赐 如果没有圣灵 在我们生活中的工作 我们的基督徒行走 将缺乏真实的力量和效能 因此 接受圣灵的工作 并与之培养关系 对于充满活力和有影响力的 基督徒生活至关重要 正常的基督徒生活 不是努力工作 而是在神的恩典中安息 正常的基督徒生活中的这句话 强调了基督教信仰的 一个关键方面 即通向充实灵命生活的道路 不是通过不断的奋斗和劳作 来实现的 而是通过接受 和在上帝丰盛的恩典中 找到安慰 他表明 基督徒生活的本质在于 将自己交托给上帝 无条件的爱和宽恕 摆脱通过行动 不断证明自己价值的压力 通过承认 我们固有的不完美和不足 我们才能真正找到 在上帝恩典中的安息 让他引导和改变我们 从而摆脱自我证明的无尽追求 引领我们进入 真实而有意义的基督徒生活 基督徒生活的最大障碍 不是撒旦或这个世界 而是我们自己的自我努力 和自我依赖 正常的基督徒生活中的这句话指出 生活真正的基督徒生活的主要障碍 不在于外部力量如撒旦或世界 而在于我们自己 在于我们依赖个人努力和能力 他提醒我们倾向于 依靠自己的力量和能力 而不是全心全意地顺服上帝的力量 并依靠他的恩典 通过对自己的过度信任 我们阻碍了灵命的成长 往往无法认识到上帝恩典的全然充足性 以及圣灵在我们内在的变革工作 这句话提醒基督徒放弃自我依赖 拥抱对上帝的完全依赖 因为正是通过他的力量 而不是我们自己的力量 才能过上真正充实的基督徒生活 我们属灵生命的真正衡量标准 不在于外在的行为 而在于我们心灵的状态 正常的基督徒生活中的这句话 我们属灵的真正衡量标准 不在于外在的行为 而在于我们心灵的状况 凸显了真诚和内在 转变在属灵旅程中的重要性 他强调 信仰的外在表现 并不是我们灵性成长的最终指标 而是我们的心灵状态 这句话提醒我们 真正的属灵性 在于我们内心的纯洁 正直和真实 它敦促我们专注于培养真正的 充满爱心和同情心的本性 因为心灵的状况 才是真正反映我们属灵本质的 尽管行为很重要 但这句话教导我们 心灵的内在转变 是属灵性的基础 和真正衡量标准 基督徒的生活 不是在努力达到完美 而是在与基督的亲密关系中成长 正常的基督徒生活中的这句话 捕捉了基督徒旅程的本质真理 它提醒我们 通向圣洁的道路 不在于无休止地追求完美 而在于我们与耶稣基督关系的加深 虽然基督徒被呼召追求公义 但我们的转变并不取决于 我们完美地遵守一套道德标准的能力 相反 它根植于我们愿意顺服上帝的恩典 并让圣灵将我们塑造成基督的形象 因此 基督徒生活成为一种终身与救主亲密相处的旅程 我们寻求在他的同在中安息 直到正是通过与他的亲密关系 真正的转变才能发生 神对我们生命的目的 不仅仅是让我们快乐 而是使我们被塑造成他儿子的形象 正常的基督徒生活中的这句话 概括了上帝对我们生命的深刻真理 他强调 尽管我们的幸福和福祉 对上帝来说很重要 但他对我们的终极期望 超越了表面的幸福 上帝的意图是改变我们 将我们的品格和本性 塑造成他儿子耶稣基督的样式 这个转变过程 涉及深层的属灵工作 塑造我们的思想 愿望和行为 使之与上帝的完美旨意相一致 正是通过这种与他儿子形象的符合 我们才能真正反映上帝的本质 并为他的名带来荣耀 因此 作为基督徒 我们应该理解我们的幸福 与我们对基督的符合紧密相连 并在每一步都寻求他的变革力量 基督徒的生活不是追求成功或名望 而是顺服神的旨意而活 正常的基督徒生活中的这句话强调 基督徒生活的目的不在于取得世俗的成功或获得他人的认可 相反 他凸显了顺服上帝旨意的重要性 作为基督的追随者 我们被呼召将我们的生活与上帝的目的对齐 并努力取悦的 这种观点提醒我们 我们的最终目标应该是寻求并实现上帝的旨意 这可能涉及牺牲我们个人的野心或愿望 通过顺服上帝的引导并遵循他的命令 我们体验到与他的神圣计划相一致 所带来的真正满足和喜悦 正常的基督徒生活不是为自己而活 而是为神的荣耀和他人的益处而活 正常的基督徒生活中的这句话 概括了真正基督教信仰的本质 根据这种观点 我正常的基督徒生活意味着奉献自己于一个 比我们自身更伟大的目标 这意味着我们的主要目标应该是荣耀上帝并无私地服务他人 他强调了将我们的关注点从自我中心的欲望转向爱 善良和同情的行为的重要性 通过为荣耀上帝而生活 我们找到了满足和目的 通过寻求他人的益处 我们为周围的世界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这句话作为一个强有力的提醒 表明基督徒生活的变革性质 我们的行为和意图不再仅仅以自己的欲望为中心 而是以一个带来深远影响和持久变化的更高召唤为中心